黃秋生教你演戲 我做錯了些甚麼 不知道你做甚麼 現在學演技 這一套已經過時了 不如讓他們教你兩招 舞台的遠近是這麼多 是演員告訴你那樣是甚麼 沒有畫面 我告訴你我旁邊有位美女 因為美女有長長的頭髮 穿了一件連身的長髮 高跟鞋和金色的 你要看到 然後我要告訴你這個是甚麼 加上你的幻想力 你才知道這個是甚麼 很多人我們會很表面 看重點就是正如剛才說 喜怒哀樂做表情 激動就哭 如果你了解人生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人可以演藏 我可以笑 這個是一個角色 有一件事出發 慢慢慢慢慢慢散散散 一粒種子 生成一科 你最種子的是甚麼 一個人物 我要分析人物最基礎 最基礎叫做種子 未必一定是這樣的 可能第二個是用一條皮靜開始 我對這個特別有感覺 我一放了這個 我就覺得我是一個甚麼人 電視劇為何這麼大問題 因為電視劇永遠都沒有心動 在她說的台情 好像我把心裡的東西都說出來 就是爸爸,你不要這樣 沒有人在你這樣說話 在真實的世界裡 其實我講話 語言背後是很多回事 很多我們的所謂的motivation和動機 一句剛才說的 我愛你 我真的愛你 我可以不是愛你 我可以很討厭你 我會說一句我愛你 我有一位設計師 每一天出街之前 你只會拍鏡 你把你覺得最美的東西丟掉 這個簡潔主義和演戲都是 我也碰過很多 可能廣告導演 或者是其他導演 很複雜的 他會叫你做很多東西 你那些多餘的 那些東西不是你應該做的 很簡單就已經可以了 怎麼做很多東西